救護車一到現場 狹小的橋邊 除了警方在維持交通 還有不少民眾圍觀 因為稍早前 有輛小客車 連人帶車掉落橋下 情況危急 也讓他們一停好車 就急忙快跑 上前支援 現場情況讓人傻眼 除了橋上護欄 被撞破約10公尺 車輛更是掉落到 6米深的干枯膝床 最後四腳朝天 外觀嚴重受損 還好經過搜救 帥哥 帥哥 要人家 帥哥 快點 那是這麼久 紅衣服的駕駛 身上多處擦坐傷 但一直清楚 還能自己走上救護車 不過下一秒 就被聞到身上有濃濃酒味 疑似因當下精神不濟 導致駕車不慎自行撞擊 黃染酒測值以超過標準值 原來4號一早8點多 發生在嘉義中埔的墜橋意外 竟然是酒加釀的貨 經過了解 43歲的王姓駕駛 臨神到田裡採收檳榔 沒想到工作時喝了兩瓶藥酒 結果天亮後返家途中 開車來到中泉橋 就因為精神恍惚 撞破護欄 釀成這起意外 雖然車輛沒有變形 幸運保住他的性命 但保險桿四周板金 倒玻璃車燈幾乎全毀 除了車損嚴重 身體承受皮肉痛 由於涉及酒駕 治療後無法返家 還得被醫公共危險罪 移送法辦 TVBS新聞季鮮亨 再一步